生命有菩提,法水有长流 生命艳势,慈悲奏就,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从真实的生活里面来学习佛法 所以我们已经谈到《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第四品的花品 在花品的佛陀的开示 都是以花还有由花的蜜蜜的采花蜜的这一些的辟育 所以这一品称作花品 所以我们已经来探讨《法剧经》的故事里面的第四品 在佛陀所开示的这一些的经典《法剧经》算是非常早的 所以在南传也非常的流通 那在里面的佛陀开示的内容以外 还有佛陀当时的弟子们 也包括信徒或者是佛陀当时有重要的度化的事迹 可以说流传的非常的久 那也特别的珍贵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2500年前《法剧经》母年佛 当时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很难得的 让我们由这个故事里面 可以进行了解复活 在这个生活里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学习复活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高贵 可以说对我们是很高贵的一件 我们的这个学习 所以在这个四品的第三个故事 它是说到流离王抱负释迦族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我们流传的也非常的普遍 我们一般呢 也有称作就是这个流离王 他的这个故事 那最主要的 因为他就是杀了这个释迦族 那在这个故事前面的佛陀的法语 也是用花的辟语 也是用花的辟语 就提到采集诸花费 心身滥拙的人 沉沦生死 一如洪水冲走 沉睡的春落 所以在花品的这个佛陀的开示 用的这个花朵的辟语 就是说一个人他去摘花朵 他去采灰 如果说他的心有充满到这个黏着 就是有叹到 这样的人 他就是受到这个心术 会再轮回 这种的这个阵营 就像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流水 这个洪水 把这个在睡的这个村庄的这个人都把他穿造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法的辟语 就好像是说我们如果去执着任何我们喜欢的 或者是执着我们不喜欢的 那都是一个执着 那只要我们有这种执着的行为 那我们就会再受生死轮回的果报 那当我们有这种生死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受这个果报的时候啊 就好像洪水 他也可以把很坚固的这个房子冲走一样 所以就好像说我们的身体啊 我们的死就好像是很坚固的一棟房子 也会去执着这个洪水啊 这样把他穿造一样的一样 在这个故事的这个琉璃王 抱负释迦族的故事里面啊 他最主要的这个故事的内容 他是谈到这个琉璃王 他因为他的出事 他出生的这个背景啊 造成他的这个 要保佛 释迦族的这个行为啊 这个万因呢 就是这个琉璃王 他的父亲就是 乔萨罗国的这个波斯尼王啊 因为当时在佛陀的时代啊 印度呢是有几个大国 那他是属于这种部落的形式啊 那这些大国呢 都有一个国王 然后下面就有一些小王啊 那当时波斯尼王呢 算是蛮大的一个国家的国王 那这个波斯尼王呢 他就像这个世家族 那世家族呢 算是比较小的部落啦 所以当时呢 这个波斯尼王呢 他想要这个世家族的 就是来派一位 就是他们的公主啊 来送给这个波斯尼王呢 当成当妾啦 因为波斯尼王本身已经有皇后了 只是因为在古代啊 这些皇帝呢 他的后宫都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妾嘛 所以 他就向这个世家族要求 就是要一个公主 来作为波斯尼王的妾啦 那当时呢 这个世家族的 里面就有一些小王 那这些王子们啊 他们呢 就不敢 就是冒犯这个波斯尼王 所以就要答应他的请求 可是呢 他们又不是很情愿的 送他一位真正的公主啊 所以他们的这种心理呢 应该就是有一种 想要反抗又不敢真正反抗啦 所以只得呢 遵守这个波斯尼王的要求 所以他们就送了一位 很漂亮的女孩子 可是呢 他并不是公主啦 他是由这个世家族的 这个国王 就是摩托南 他跟一位这个奴隶 奴隶的奴隶的一个 这个女奴隶啊 所生的一个女孩 所以当时呢 这个波斯尼王 他也不知情 所以接受了 这样的漂亮的女孩 他也是 以为是公主啊 所以他很高兴 然后呢 也把他立为妾 结果后来呢 这个波斯尼王的这个妾啊 他就生了一个男孩 那当然这个波斯尼王啊 他因为这个女孩很漂亮啊 所以呢 他也很宠爱这个妾 然后他生的这个男孩啊 也长得很英俊啊 所以他也把他立为王子 就称作琉璃 就琉璃王 琉璃王子 那么他到了这个十六岁的时候啊 因为他要回去 就是拜访他的这个 算是外祖父啊 就是这个摩托南 所以呢 他就从这个 这个乔萨罗国啊 就到了这个释迦国去拜访 那同时呢 因为以他的王子的身份呢 他也要去拜访 这个释迦族的这些王子 因为他认为说 跟他们是平等嘛 就是都是王子 那当时这个释迦族的 这个 这一些的王子们知道啊 他们就已经呢 事先啊 就被安排 就说 把 这些王子 比这个琉璃王 年纪小的 那就 就被遣送 离开这个城啊 就出城去了 那这表示说 他们不愿意对这个琉璃王啊 就是 就是做一个 好像礼貌的这样的致敬啊 因为如果他们年纪比他 小的话 他就要对琉璃王好像致敬嘛 那所以就被 请 送出去出城 那这个也表示说 这一些释迦族的人 他们都知道琉璃王的身份 那因为在印度的这个 这个 社会背景啊 有四种姓嘛 就是最高的就是婆罗门 就是这些宗教祭司啦 然后 第二个阶级 就是 刹地利 就像是 国王啦 做臣的啦 那这一些统治阶级 那再来呢 守陀罗 废瑟 就是这一些平民百姓啦 那这个 走陀罗呢 就是 贱民 就是奴隶 所以 他们对于这个种姓呢 是非常重视的啦 如果是奴隶啊 他就被看不起 而且 他们是 就是 父母亲是奴隶 他所生的孩子也是奴隶 那琉璃王既然呢 他的母亲 是一位奴隶啊 所以呢 这些世家族的 这一些的 贵族王子啊 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呢 对他其实是看不起的 所以他来拜访他们啊 他们就把这一些 比琉璃王还年纪还小的这些 这个小王子啊 就把他采紧出去了 就不用对他致敬 那当然琉璃王到了 世家族去 拜访的时候啊 他也是受到 还留在城里的这个摩托南啊 还有 他们那边的 这一些的 留在这个世家族的 这一些年长的王子们啊 他们的这个礼遇啦 可是呢 他没有见到这些年轻的王子啊 可是琉璃王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到底 这个世家族有什么 这一些王子多少人啊 所以他本来也不知情啊 可是因为呢 他离开了 这个世家族的时候啊 他就啊 因为他在世家族啊 就是住了几天啊 那他离开的时候呢 就马上呢 就有一个这个世家族的这个女佣啊 就被拆遣去把这个琉璃王所住过 做过的地方啊 所使用过的这个地方啊 全部都用牛奶把它清洗干净 那这个表示就是说 因为印度人把这个牛当圣牛啊 所以牛奶呢 也是把它当作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用牛奶去这个清洗 这个琉璃王所住过的这些的地方啊 就是把它进化过了 那就表示说他们是很轻视这个琉璃王 所以把它做过的地方呢 就认为说已经被染污了啦 那而且这个连这个女佣啊 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琉璃王的身份啊 就是他是一位女奴隶所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 那这表示说这个整个世家族的人 大概都知道琉璃王的背景啊 所以当时这个女佣啊 他就一边清洗就一边好像就在 一直念叨叨 就是在念着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女奴隶啊所做过的 就是女奴隶的儿子做过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正好在那里 叨叨的念着这一些的这种好像 很看不起这样子的一个琉璃王的背景啊 那就被当时呢 这个琉璃王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呢 他这个有遗漏的东西啊 所以就派了一个随从回来拿东西 就听到了 这世间就有这么巧的这个音缘啊 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呢 他觉得这个事情呢 有这么大的这种天大的这种新闻啊 那他就告诉这个琉璃王 结果呢 这个琉璃王一听呢 哇他实际上就好像发狂了 因为这样子的意思呢 就是他的母亲啊 已经被封为这个波士尼王的这个宠爱的妾啊 他称作这个行语夫人啊 那就是一位就是默后男跟一位女奴隶所生的 所以当时呢这个琉璃王他很受不了 而且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的身份 如果是一位女卑所生的啊 那就表示他也是贱民啊 那他想的就是觉得说那这个都是世家族呢 来欺骗的这样的行为啊 所以他的整个心就好像发狂 那而且非常的愤怒啊 所以他就发誓说有一天呢 他当了这个这个 这个乔萨罗国的这个国王的时候啊 那么他就一定要去把整个的这个世家族 都把他毁灭掉啊 那他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恶事 那那结果呢 那他后来啊 他就真的真的当了国王 结果呢 他也真的就带领了这个军队 就去攻打这个世家族 结果就几乎呢 把世家族的所有的人都杀死 那只有剩下他自己的这个外祖父 还有少数的一些那没有死啊 其他的人全部都都把他杀光了这样 结果这样的一个事实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佛陀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 我们也听到的就是有关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大木剑年尊子啊 他当时知道说这个流利王要去杀这个世家族的时候呢 他用他的波啊 因为大木剑年尊子有神通嘛 就用他的波就赶快把世家族的一些亲戚啊 那么就放在他的波里想要解救他们啊 可是呢 当这个流利王杀死了这些世家族的人之后啊 那大木剑年尊子想说哦 他用他的波来保护的这一些人呢 应该没死吧 结果呢 打开那个波的时候 哇 这些人也死了 所以我们从这些流传的故事呢 就是有一句很流传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这个神通抵不了业力啊 那就是说木剑年的大木剑年尊子的神通呢 也保护不了他业报应该要受这个业报的这些人啊 那当时呢 这样的故事呢 他所流通的影响很大 那主要的就是这位流利王啊 他其实呢 他自己就是毁灭了这个世家族以后呢 他就带领了这些军队要回去这个侨撒了国啊 结果他们走在这个这个途中的时候啊 那因为就是晚上嘛 所以他们就驻扎在阿兹罗法底河的河边啊 结果那天晚上呢 这个这条河的上游啊 就产生就是下大雨暴雨啊 所以呢 这个洪水啊就把这个河水呢就冲 冲击啊从上流就冲到下游啊 结果就把这一些就是流利王所带的这一些的军队啊 包括流利王啊 全部整个军队的人全部都冲到大海 所以他自己本身呢 那也被洪水冲死 冲到河水而死啊 所以就等于是两个族的人都受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悲惨的这种 这种事迹啊 所以当时呢 听到这两件悲惨的故事啊 那佛陀呢 就向这些比丘解释 因为有这么大的这种伤害的事迹啊 他的因果怎么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本身就是释迦族的 所以当然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关心嘛 所以他就说他的族人就是这一些 释迦族的这一些的王子啊 这些被杀的这一些 那他们就是因为呢 在某一个前世啊 他们集体呢 就是在这个河流里面啊 就用毒药 就毒这一些河里的鱼啊 结果呢 他们今天呢 也一起集体上身 所以这个呢 是呈现一个果报的 因果报应的 这样的事迹啊 那至于这个琉璃王啊 那跟他的军队呢 那佛陀就说呢 那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欲望啊 那他们的这种恶业 就好像是洪水冲走 所有沉睡中的村民一样 使神带走所有的迷念 感官享乐的众生啊 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这个法剧经里面的 所说的 收集的 佛陀的开示的法语 那这句法语呢 也正好就是针对琉璃王 他报复释迦族的 这样的一个世纪故事 所说的 也就是说这一些琉璃王 他所带的 这一些的 这个 这个人啊 那他去杀了这一些王子 那其实是因为 有这些王子的过去式的 的这样子的一个恶因啊 而受的恶果 然后呢 这个 释迦族的这些王子 那跟他们的这些军队啊 就是就像是这个洪水 就是琉璃王他们呢 他自己本身啊 因为充满了这个愤怒嘛 所以呢 他们驻扎在这个河边的时候呢 他们好像太累了 所以呢 他们心里呢 就没有防备啊 所以这个洪水一来呢 就被 整个就是冲走 就来不及逃生了 所以在 佛陀的时代的这个故事啊 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啊 不过在 印度的这个 社会的种姓制度里面 也因为 对这些阶级的歧视啊 然后再加上 就是在 一种愤怒 跟这种好像 对于自己背景的这种 侮辱啊 所以就 产生的这一些很不理智的这种行为 那这一些呢 都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 我们世间的 当我们在生气啊 或者是 我们只是为了 要得到一种享乐啊 那去 这个毒死这个合理的鱼啊 那其实这一些呢 他都是有他的 因果的这种关系的 所以 佛法特别重视 我们要知道说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那恶的 我们就要避免 所以 这个故事呢 让我们也 非常的实际的 这样的把佛法来从 生活啊 行为 来学习 那我们 也将我们 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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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 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新逢赛金节 明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恭送 钥师刘梨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时间7月11日星期四 下午1点半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佛教慈悲至业 花莲分会 旗见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 大乘妙法莲华经 消灾超见 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实 佛前大供 恭请法务指导法 时共同领众 日期7月20日星期六 至7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